这也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 人流以后呢是这样子的 我们主张 如果你要说 我希望以后不再生孩子了 我就说起码我是短期内不再生孩子了 那么你做人流 我们建议你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人流术中就可以放 术中放不放环 我们是我们会建议人流加放环 那么手术大夫根据手术情况 你比方说我这个手术做的不顺利 那他不会这次放了 那么所以我们就说 常规讲起来 人流术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都可以放宫内节气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途径 为什么呢 因为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采取的这种 我们叫无痛人流 那么通过一个次手术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终止这次人流 再一个呢就是 我们放置了一个长效的避孕方式 我不需要说我下次恢复夜景 我再上这个手术台 所以呢就是说人流术后 如果是这个手术做的很顺利 你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的说 你不适合放环的 那么你需要这种长效避孕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 在人流术后立即放环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那么有些人可能人流术后 有这种那种因素 他不愿意放环 那我们说术后你应该 吃一些口服避孕药 我们叫复方的短效口服避孕药 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一个是减少术后的出血 再一个帮助你能够很好恢复 规律月经 同时呢还对子宫内膜是一个保护 还有就对那些特别不听话的人 特别是我们术后要避孕 就实际上是刚才你谈到的说 我们多长时间恢复月经 有些人很快的排卵就恢复了 就是有些人 比方说两周之内血很快就干净了 那么实际上有些人呢 十几天就能有最早的人发现的 有十一天就恢复排卵的了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不避孕同房的话 你就很快就可能下次的意外认真又发生了 所以我们就说你这些人 不准备生孩子的人 不管你是有没有生育过的 过去我们只强调了生育过的人放宫内节气 我们说现在没有生育过的人 如果他不准备生育的人也可以放置宫内节气 因为非常省事 待会一次手术放进去了以后 那么他就可以避孕好多年 如果你要是说不用环避孕 那我们说你在短期内 你可以长期吃口不避孕 或者你短期内吃口不避孕以后 你去改去上环 放置皮埋剂都可以 你听听说 我们说你把酱吃元的 挂吧 你听说